十八天 独自一人 与海天大地身心交融 呼吸太平洋的海风 飞越中东沙漠 追赶大夕阳的落日 沐浴中秋的月光 风沙星辰间 切割着地球的惊现 有一种感动很特别 它来自飞行之美 我是王征 我是第一位 完成环球飞行的亚洲女性 在我成为职业飞行员之前 我曾经是一名 整合营销传播的广告人 一座就是17年 这个梦想是一直都有的 2010年我的丈夫 也要移居到美国了 但是权衡很多利弊因素 我刚开始是有犹豫的 我当时很迷茫 坐在楼下喝咖啡 在想我去美国做什么 跟我分一个桌的人 是一个飞行员 我们两个就聊起来NASA 聊起来小王子 就聊了很多有共同语言 所以那一刻 就把我的梦想点燃了 我想起来 我曾经有过对天空的梦想 现在机会来了 为什么我不去 我的父母呢 就是说你已经37岁了 飞行员是从20岁出头就开始 进行职业飞行训练培训 你起步太晚了 而且你现在去尝试 你可能会失败 你这个年龄失败不起 我当时是想我不怕失败 我怕的就是有一天 我老到无能为力 追求任何曾经的梦想的时候 我会后悔 后悔当时在能追梦的年华 都不曾一世 很多质疑 但是我都没有管 一路走下来 我现在是一名职业的民航飞行员 是在美国的121部执行民航飞行 飞行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工作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每一次飞行 即使同一航路都是崭新的 我们的世界有多大 取决于我们的眼界 每一个生命的潜能能发挥多大 取决于我们的心界 记得有一句话很流行 世界很大 我想去看看 这是一直住在房子里 向外看的心境 如果真的有一天 你走出去远眺这个世界 你想说世界很小 我想要和平爱和分享